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搜寻时间 我是屈永燕 上星期我跟大家讲过 英国水底海盗麦克哈切 在我们国家的海底偷宝藏的故事 如果大家错过了 待会不妨在港人港地的Facebook和YouTube 又或者在YouTube的K2秀频道找回来看 而我今天就会跟大家讲故事的下集 不过在看之前 希望大家帮忙按个订阅、赞好和留言 上一集我们讲到英国水底海盗麦克 在我国南海海底 找到一架属于清朝时代沉没了的商船 戈德马律森号 这艘船由中国去荷兰 裏面装了个百万件完好的瓷器 和一百二十五件金块 古贵这些瓷器都是欧洲商人去到中国订货 但是在运送自己国家途中 意外触销沉没 而英国水底海盗麦克 就发现了这架船 还打捞了船上的宝物出来 而最卑鄙的 就是它为了抬高这批瓷器的价钱 将这一百多万件的宝物当场打烂了六十五万件 扔回到海 只是拿走剩下的三十五万件 因为物以罕为贵 结果这三十五万件的瓷器 就在欧洲拍卖行为迈克换来两亿的进账 因为这两亿的收入吸引了很多外国的打烂队 对外国家的海底虎视眈眈 因为根据考古学家的资料 像哥德马律森号这样的沉船 在外国的南海海底起码有二千到三千架 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前经过海上丝绸之路 来做买卖的外国商船 买货后就回到自己国家 在路上可能沉没了 至到晚清末年 沉的不只是商船 而是八国联军来到中国入侵我们 并且抢掠后送战利品回自己国家的船 所谓行船跑马三分险 现在一次海难就惊天动地 以前那个年代航海技术没有那么先进 十架船有一架沉了都不出奇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沉船 那么多的宝物在我们南海海底里面 而至于迈克这个捞到100万打烂 65万宝物的故事 除了震惊很多外国的沉保探险者 同一时间也惊醒了我们国家的考古专家 1986年 马赫就联络到荷兰的拍卖公司 要对这批慈器进行公开拍卖 我们中国的国家文物局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就很焦急 希望可以阻止这次拍卖的进行 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 关于海洋文物保护的法律 几经交涉都没有结果 国家就很无奈 于是大家心想 既然我们阻止不到的拍卖 不如就试下自己去买些宝物 因为那些都是很有考古价值的中华国保 所以国家就委派了两名陶瓷专家 飞去欧洲的拍卖会 其中一位就是业内顶尖的专家 耿宝昌 大家想象一下 1986年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和现在的国库文强 当然没得比 所以国家就定了标准 给这两位的陶瓷专家 就是不超过实际价值的三倍情况下 尽可能买几件瓷器回来 当耿宝昌和另一位专家冯鲜明 出现了在拍卖会上 这两个中国面孔 立刻引来主办单位的注意 他们知道中国很重视这批文物 于是心想 哇 这次我还不可以捎回你们一笔 所以耿宝昌和冯鲜明两位专家 就得到很热情的招待 不单止将他们两位的位置放在最前排 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个一号的拍卖牌 主办方相信这两位中国人 一定是带了很多钱来抢国宝 所以就当他们上宝看待 希望他们可以买个尽兴 当时没人猜到 这两位中国专家拍卖行以为的大客户 到底带了多少钱来买东西 不如我们大家猜一下 到底这两位专家 国家又给了多少钱 他们来荷兰这个拍卖会买东西 给你们三秒 每人猜个数目在心里 记住 是坐飞机去欧洲拍卖行 买国宝 你猜他们的袋有多少钱呢 321开股 就是3万美金 即是大概24万港元 这3万美金还是东筹西甲找回来的 因为在国家民物局的行常开支里 根本没有这个预算 而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刚刚起步 还是国弱加贫 所以能筹到3万美金已经很了不起了 于是耿保昌和冯先铃拿着3万美金 来到这个富豪的国族场 坐下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 每一件展品不要说拍卖价 只是底价都比不起 耿保昌一路握着1号牌 完全不敢出声 那些文物被拍卖到他们根本没办法承受的价钱 结果10天的拍卖会 耿保昌手里的号码牌一次都没举过 两位专家只能眼白白看着自己国家的珍宝 一件一件的背井离香被人买走 耿保昌心里在淌血 这场声势浩大的拍卖会 英国水底海道迈克用我们国家的瓷器 换了2亿的巨款 它不单止打烂了我们很多宝物 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它为了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 死都不肯公布沉船打捞的地点 令到这首歌德马律心号 我们中国叫南京号 这架沉船 从此成为中国考古界缺失的一页 马克打烂了65万件瓷器 和这场盗窃中国文物 但就和中国完全无关的拍卖会 亦都成为耿保昌心里面 以至中国考古界心里面的 一度永远难遇合的恥辱和伤痛 耿保昌对这次荷兰之行非常耿耿于怀 他回想起120年前 英法联军火烧北京圆明院 无数奇珍异宝流落海外 还有80年前 外国探险家洗劫了敦王的莫高忽 毁坏了我们千年的古迹 没想到在80年代 西方列强仍然可以公然抢落中国文物 强度不单是一个英国人迈克这么简单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探险者 他们已经民风而知 恨不得将我们国家的海底反转 因为迈克开了头 令到水底渡保的行为越来越猖绝 亦都成为中国考古界心里面的一条刺 如果再由得这些事件继续发生不阻止 后果将会不堪赤上 于是参加完拍卖会回国之后的耿保昌 二兰平之下立刻闭关几日 奋不疾书 和冯仙明一起 郑重写了份报告递交给国家 这份报告就叫做 《中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 这份报告里面 有两位专家痛心疾首的入血呼吁 因为再不重视水底文物的保护 我们国保就会很快被人抢光了 结果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 第二年中国唯一的水下考古机构 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就正式成立 当然耿保昌也没有想到自己一份报告引起的蝴蝶效应 最后会令到中国成功打捞了一艘世纪的沉船 1987年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了 因为能力薄弱始终起步艰难 在一次打捞的行动里面 中国团队就发现了一艘巨大的 鸡干式古沉船 船上面挖到一些陶瓷碎片 专家就马上送回内地考证 经耿保昌等等的专家鑑定之后 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 原来这些陶瓷是来自南宋的 即是距离现在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即是意味着这条船 中国是中国南海海底发现最有价值的古沉船 亦都是中国自己发现的第一艘古沉船 价值难以古量 于是正式命名它为南海一号 当时中国的打捞技术始终是错过 为了完整地将这艘南海一号打捞出海 我们足足用了二十年 它才重见天日 这艘史上最贵重的沉船 满载宋代最著名官瑶的陶瓷精品 还有很多带有异域风情的瓷器 除此之外 船上还有大量的金银铜器 绝大多数都是国家一级或二级的民物 据估计总值高达千亿美元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当年耿保昌和冯先敏两人 去完拍卖会回来粉笔疾书的报告 没有他们两位专家一血的呼吁 就不会有中国第一支水底考古队 这艘价值最高的古代沉船 很可能被当时围绕在南海沉堡的英国人 美国人 比利时人发现 就像南京号上的保密般流落而香 从耿保昌和冯先敏那份建议报告到南海一号的发掘 是中国对水下考古的一次觉醒 不过耿保昌的互保之路并没有停下 他继续埋头写下了国保的故事 包括这个巨主《名清陶瓷鉴定》 这本巨主成为了业内的圣经 他希望多些人可以知道 和懂得欣赏中国的瓷器的珍贵 1994年在香港的拍卖会上 出现了一个高31厘米的承化冠 什么叫承化冠呢 大家看看螢光幕就是这些了 明代承化年间 但献宗皇帝非常喜欢这些小器物 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官耀瓷器 都是碗盆之类的小物 所以有承化无大器的说法 于是镜头的人非常少 当时瓷器专家耿保昌为眼色补 用110万买下了这承化冠 现在就放在故宫博物院里面 后来经考证原来这样的承化冠 全世界只有4个 而耿保昌买回故宫 就是唯一一个有盖而最完整的承化冠 现在他的身价已经涨到2000万人民币 可见耿保昌是多么獨具胃眼的一个瓷器专家 至于耿保昌这位顶级的专家 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勤力和不怕吃虧 出身在农村的耿保昌 虽然读书成绩很好 但因为加贫 没办法继续读下去 一早就脱落了 所以很早就去了北京流离厂的古玩店 敦华斋做学徒 这家敦华斋很有名 掌柜是收藏大家 著名的慈禧专家孙迎周 所以他收徒也很严 一般人很难进去做 那耿保昌为什么可以留在这里呢 原来敦华斋有个严格的规定 学徒头三年没有薪 只是给免费食宿 以及要做一些很枯燥的打数工作 因为耿保昌在农村七生 有吃有住他已经很开心了 而且他有个大志 他为自己立下目标 苦学三年成人 奋斗十年立业 于是他很勤力地每朝五点起床 掃地、倒尿壶、烧路头 把所有东西都做得妥妥貼貼 哪怕只是斟茶滴水、点煙事后 这些低下工作 他也绝对不骂呼 敦华斋的掌柜孙迎周 是个很严苛的人 他除了要求茶具、煙具 要写得干干净净 连桌的桌脚都要抹得很干净 每天只是这些洗洗擦擦 尤其是冬天 耿保昌拆到手都裂了 他没有埋怨 反而争取任何机会去学习 比如在服侍客人的时候 他就听掌柜和客人讲鼓碗、讲瓷器 耿保昌就竖起耳朵来听 有一次帮客人点煙的时候 听得太入神 手指头甚至被火柴烧到都没有为意 十年艰辛学习 耿保昌终于练成一对金睁火眼 经过目的瓷器 年代出处和真实的资料分毫不差 年仅24岁就可以开自己的文物店 他虽然年轻 但在圈里名气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 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围挖角 古宫的名家也是敦华齋的掌柜 孙盈舟就立即推荐他的得意门生 耿保昌给国家 从此耿保昌就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员 博物馆三十多万件的瓷器 全部都要经过目 为这些保密平定身价 到了80年代 耿保昌已经成为瓷器股盘定领域的权威 欧洲美洲的各种监定交流会 他都是座上客 是一个中国的代表 1973年 耿保昌曾借身护送 五百件国宝出国展出 当时出现了一次鲜为人知 而且有觸目惊心的文物外交事件 当时耿保昌按照计划 押送了五百多件珍贵文物 一个人送去展览的第一站法国巴黎 飞机上参展的文物 每件价值连城 耿保昌一路上坦的不安 果然飞了几个小时 飞机去到亚联邮杜拜机场加油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就发生了 亚联邮机场宣布有人劫机 当时大家不知道什么事 徐行的一个英国文化参赞就说 哇 飞机未开 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下机避下 万一带徒冲上来 一闪门 那我们想走都走不了 随时命都没了 那参赞就走了 耿保昌望一望身后的国保 想起临行之前 国家文物局局长叮嘱他 人在物在 于是耿保昌坚决不肯下飞机 他要和文物共存亡 幸好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一个小时后飞机起飞 耿保昌和文物都安全抵达巴黎 那次是一次难忘插曲 不过被后来去荷兰的拍卖会 拿着3万美金去买麦克的宝物 这才是耿保昌人生最苦劫的经历 耿保昌做了这份鑑定工作七十多年 月保无数 但他自己竟然一件私人藏品都没有 他早在1986年 将自己的所有瓷器、铜器等等的文物 一共22件全部捐给故宫博物园 他也从来不做私人鑑定 七十多年的鑑定生涯 全部奉献给故宫、奉献给国家 大家称他为人间国保 甚至有人叫他为慈性 在守护国保的道路上 耿保昌已经走了一个甲子 今年2022年 这位老人家已经100岁了 这位一辈子和保密打交道的人 虽然他不会赚到像迈克那样的打牢收入 但他为中华民族奉献的一切 终会永在史册 被万人景仰 而迈克虾切这些无耻的盗保者 只会永远被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的柱上 下个月香港故宫博物馆就来开幕了 到时我们在欣赏这些瓷器的时候 记得不要忘记这些宝物 之所以能够在大家的面前给我们观赏 背后是因为有很多很多 好像耿保昌那样伟大的人物 用一生去守护国保而成就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有够 下星期四 我屈永远再和大家K2搜寻 讲新的故事 拜拜